羽毛心是一种非常非常诡异的生物 甚至说它可能会是一种外星生物 也不会奇 那么为了看到羽毛心的真实面目 我今天把它给买来了 好的 现在我已经把羽毛心给插出来了 看到它旁边的话是掉了很多的 类似于它的触角一样的东西 目前的话 它的状态其实并不太好 因为前面刚到货的时候 它这个袋子是太冷了 它中间的话呢 是有类似于它的一个脑子吧 我觉得中间应该是它的脑子 然后它的触角是有123456789 啊 哇 他刚刚 把它的这根脚 竖起来 好恐怖 现在就是给我一种又恐怖又一点兴奋的感觉 它这样抽动是什么意思 哦 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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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不是这个水流戳动啊 这个是它自己在动啊 哎 它起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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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这 这 这是外星生物吧 哇 哇 好生气 所以这就是 哇 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这样子驱动起来 可能就是中间的那一圈 类似于 它翻过来了 哇 真的是个外星生物吧 哇 它在 它在走走走走路 哇 真的 现在又变成一个 啊 这个类似于章鱼的形状 而且特别像那个游戏里面那种怪物 哇 真的 好神奇 又好恐怖 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够看它看多久 但是 真的能让我亲眼目睹这种怪物 还是一个非常 哇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描述了 又动了 又动了 哦 我知道了 它这个下面的类似于树根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的一个 呃 触角啊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说刚刚那样的话 其实是反了 哦 它开始走路了 我的妈爷 我要好好的观察和记录一下它一个喂食的一个过程啊 因为今天的话可能一下子拍不出来 现在这个羽毛心其实我已经养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看到它现在是整个人是粘在了我的一个隔离盒的墙壁上 并且说一个状态是比较好的 它的羽毛也是张开来了 这里的羽毛是看会动的哦 活的哦 你看 是不是非常的 奇怪 我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羽毛心呢 是吃这个啊 浮游生物来进行一个生存和一个进食 那么所以说因为我们自家的海杠里面可能没有这么多浮游生物 所以这可能就是羽毛心比较插花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羽毛心大多是因为饿死的话 光线可能不太好 给你们开个白光 好 这样看的话是不是看清楚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粘在这个地方 从这点看的话呢 其实它真的是和一个羽毛是长的一样的 你看 对吧 而且它会动 那么我推测呢 这种羽毛心就是那种最最低等的羽毛心 因为它没有很靓丽的一个颜色 而且说 这个毛怎么去外边了 哦 这是一个角度问题 而且说它也没有什么很漂亮的颜色 它也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功能 它现在捏在我的手上 非常神奇啊 那么我现在呢就非常期待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羽毛心给养大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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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